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修点你要搞清楚是在哪里 计修点是在我们上面 我看你的视频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你会拍的发力是在前面 就是在前面的 在这个位置 这个声音和发力的点应该是在上面 在上面啊 这个地方发力 而不是在这里发力 你只需要把这一点改一改 其实其他的做得特别好 也很完美 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大哥 非常不错 再来请出第二位球友 他的会拍下拍也还是挺标准的 不错 就是包括架拍啊 包括他的这个东西都很标准 就是给你提两个建议 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有一定的球铃了 对吧 你没问题 你的拍子往外放一点没问题 因为侧身是为了让腰进来 但是如果你的拍子可以往外放一点 你的腰也可以进来的话 其实没有差太多 这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你要做到什么 就是在会拍结束之后 其实会拍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 我们练会拍 但是你这个会拍有点问题就什么了 你看啊 你在这里 别刹车啊 怎么停在这里呢 没有人会这样练会拍的 都是放松一点 轻松一点 感觉很重要 不要去刹车 你的拍子不要这样啊 我看很多球友练会拍都有这个问题 会拍刹车 别要刹车 直接随着这个拍的重心从左边走掉 这才是一个标准的会拍训练 这一点记住 其他都做得非常不错 第三位球友是一个小朋友 大家看一下啊 在家里进行一个会拍的训练 还有一个后传后退 总体来说动作非常非常标准 基本上没什么毛病 而且这个小朋友一看就是 学过一段时间 而且天赋还不错的 整个协调性和他这个惯性都蛮好 那提一个建议啊 就是当小朋友在练的时候啊 我们还是要精益求精嘛 一些细节上要有点针对 你看这个小朋友有一点不好就是什么 在后传后弯拍之后 歪头啊 为什么会歪头呢 家长在看的时候 这个歪头很奇怪啊 不能让他歪头啊 后弯拍之后 往前退 往前 怎么会歪头呢 不要让他歪头 养成重心往前走的习惯 后传后弯拍往前走 直接往前了 头别歪 好吧 歪头不好看 如果养成这个习惯 以后打球会很难看 确实是对打球是没有什么影响啊 但是美观上我觉得不太好 希望家长可以监督这个小朋友做出改变 再来请出第一位球友啊 从后面拍的一个挥拍的一个动作 动作做的同样也不做 我发现我的自媒体没白做啊 真的 大家现在整体的整个邮箱收到的这些动作 其实大部分都做的还是蛮好的 那还是画作为作为老哥啊 这个动作挥的不错 有一点点不好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挥拍的时候啊 不要太去在意就是说这个角度 或那个角度 其实挥拍最重要的几个重要的点 我告诉你啊首先你的架拍对吧 側身对吧 第二个进腰打上去挥下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的手啊 这个落拍的位置角度差那么一点点 或者偏一点点不重要 包括你的架拍你看你的外翻 就是外翻一点点也不是很重要的 你只要不外翻成这个样子 比如说一点点对吧 你的手你的拍子一点点出来 没关系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挥拍重点是怎么样 通过全身的一个律动 加上重心的控制 让你的球打得更准更好 你说各个角度差一点点 真没有太多 根据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感受 你觉得这样能够打得好 就这样做 不要每个人都跟一个工艺品一样 都想做了一模一样 那是不可能的 但这个老哥一点很好是吗 他这个腰啊 从后面看他做的非常的突出啊 这个腰进来 这个点做的很好 怎么样去把这个点做的好 去扔球 去拿那个重拍去挥 把腰的感觉给他做出来 这个是挥拍非常重要的一个 连接身体力量的一个东西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 这个球友的投稿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他是做一个慢动作的投稿 这样的投稿其实蛮好的 可以看到他整个动作的细节 但是唯一不好 就是穿个拖鞋干嘛 其实整体动作非常标准 他的挥拍发力收拍动作 都非常的协调 而且也蛮不错的 唯一的不好就是穿个拖鞋 以后投稿的人别算拖鞋了 这个老哥是这次的超级球友 大家要模仿一下他投稿的视频 尽量单一动作 高清慢动作和快放都需要 这样我才能给你们最好的解释 我求你们不要再问我怎么去投稿 邮箱再给你们看一遍 805737QQ邮箱 直接发到这个邮箱里面 我每周会选三个人登台 来上这个节目 休息哪个月是我的问题 接下来还是会日常更新 争取一周更新两次把截获 能够让更多的球友 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 为你们改变 为你们去截获也是我的职责 我也非常快乐 也很开心认识大家 微信公众号 羊神大神 大家记得关注一波